《芝加哥七君子》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法律剧情片 这部电影讲述了七位黑人男子在1960年代被错误定罪的故事 当时,这七位男子被控犯有谋杀罪 被判刑长达15年,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辜的 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并激发了民权运动的一系列行动 电影中,我们可以看到这七位男子的生活和他们的家庭 这让观众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和共鸣 同时,这部电影也揭示了种族歧视和司法不公的问题 在当时,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黑人往往被视为二等公民 他们往往无法享受到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和待遇 而在司法系统中,黑人更容易被定罪 其实他们是无辜的 《芝加哥七君子》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示了种族歧视和司法不公的残酷现实 这也是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的问题 然而,这部电影也强调了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来改变现实 并实现平等和正义 这些观念可以启发观众 让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 总之,《芝加哥七君子》这部电影通过真实的事件和感人的故事 向观众呈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同时也提醒人们要关注社会公益和平等 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我不想经历了一跳 并非欧视的社会公益和平等和平等 并非欧视的社会公益和平等前 并非欧视的社会公益和平等